因為現在我們要把那個影片當作是你的底圖來去看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關掉 就是這邊有一個攝影機 Camera Attribute 按下去 左上角這個 然後移到下面來 這個Environment 環境 這個叫Image Plane 或是從這個地方按也可以 這個是一個Image Plane 或是這邊 這兩個都可以 如果你忘記在Environment這裡 你就從這個地方按下去 然後他去選說你希望 用哪一張圖當作是你的底圖 比如說我選的是一樣是第一張Open 那當然如果說你希望你的這個底圖 假設你希望參考這是動態的 一點點動態的話 這邊一樣有Use Image Sequence勾起來 所以他一樣可以照著你的這個底圖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要先抓第一張 所以其實這個如果不夠也還好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角色模型的角色模式 它這個有一些 當然你可以用Wireframe Show 或是說你可以用叫做X-Ray X-Ray模式 然後你就去調你的這個 因為當然最好是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把3D的模型跟實拍東西完全Match 當然你的3D模型要跟你的實拍角色一模一樣 所以為什麼想說你們到時候可以去看那個 就是我們可以自己掃描模型 或是用照片把你的模型做出來 那到時候這樣做的話 你就會很精準的讓你的角色跟3D模型Match在一起 可是因為現在這個3D模型是拿現成的 所以它沒辦法跟現在的角色一模一樣 除非等一下我去修這個角色外型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點就是說 我們看一下這攝影機 就是你們如果說未來想要把3D的東西跟實拍的東西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再點一下這個CAMERA這個地方 SELECT CAMERA或是CAMERA ATTRIBUTED 這個地方可以讓你選擇說 你現在用的是哪一個鏡頭 就是你們當時在拍攝的時候 是用幾厘米的鏡頭去拍的 你要把這個資料給記錄下來 因為如果沒有把這個資料記錄下來的話 你就很難讓你現在的視角跟當時的視角完全的Match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重點 另外呢就是現在影像的比例 比如說它這張圖 它這個是720x480的解析度 所以我們到你的Windows 就是你的那個Render Settings裡面 然後到下面這一個Image Size 我們直接打好了 比如說720x480 自己把它打一下720x480 然後你可以按一下這個小圈圈 這個 這個是Resolution Gate的意思 按下去的時候 就代表說你現在呢 這個框框呢 就是720x480的大角 所以你就可以去調整這個模型的 盡量啊 因為現在沒辦法完全一模一樣 盡量 變成盡量一樣 那等一下 可能我們再講一些其他工具 比如說把這個地方盡量推 丟下 可是頭的部分就先不管了 先看這個肩膀部分好了 好 我們試試看